花盆种植无花果最怕的就是天流了 这个比其他虫子还要可怕 我们花盆种植该怎么去防 怎么去治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今天的隔壁在装修 搞到我头晕晕脏头脏脏的 今天我要聊一下我们花盆种植无花果的虫害问题 有朋友问我花盆种植的无花果有没有虫害 我老实的跟大家说 无论是盆栽还有地栽 无花果都很少虫害 但是有一种虫子对它的伤害特别特别的大 尤其是在果树比较成年比较壮实的时候 您就会惊讶的发现我的无花果被虫子咬了 但是这种虫子它不在外面落来 比如柑橘凤蝶一类的虫子不是的 这种虫子很狡猾 它很早就把虫卵产在我们的树干里面 而这种产在树干里面的虫卵 会不但地吃掉我们的树心 甚至小到根系附近 等有一天风大的时候 把离家的无花果吹断 您就会发现原来无花果里面那么多虫子 这个虫子就是天牛以及天牛的幼虫 这种虫子对于八年后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是不是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活着一些天牛回来 把根绳子把他的脚让他在那里飞 但是您知道吗 天牛对无花果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夏天的房子一定要做到位 要不呢一不小心两年之后呢 离家的无花果可能刚刚长到又壮又死 准备风产的时候大风一吹那就拜拜了 来我种无花果呢已经有六七年了 尤其是盆栽动植无花果 什么经验都获得了 尤其是房子天牛 其实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 我的无花果上面很多的天牛有种 但今年开始呢 去年开始呢就什么天牛都没有了 包括树栈里面的都死掉了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 我曾经就发现呢 很多蚂蚁在一个早上的时候 突然在发现呢 它在那些无花果树洞里面爬进爬出 我就知道呢 里面的天牛又情已经死掉了 那么我们盆栽到底该怎么杀呢 第一个杀我们要用这个 而房呢就用这个 这两个东西呢 养花重点树 最好大家背上一点 这个东西我真的实测有效哈 原来在对付天牛幼虫 特别明显 这个东西呢就是晒虫群 这段前段时间推的比较多 也经常跟大家聊 但最近呢没怎么聊了 这个晒虫群呢 使用方法很简单的哈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它就是一个小胶囊 就是这一粒 然后呢 在胯盆里面搓上一个洞 拿手指搓都没有问题 搓上一个洞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给埋进去 如果是夏天 比如睡见 那个天牛比较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把这个给拧开 然后把这个药给撒进去 撒到这个洞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土给埋上 这样子就可以了 浇水的同时呢 植物就会慢慢吸收这里面的 那个药 然后对天牛进行杀灭 这个药呢在这个花盆里面呢 可以保护大概60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晒虫群呢 是类似性的 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 那个它有没有需要效 我是事实上真的这样子 把它埋到土里面 然后天牛的幼虫已经死掉了 除了天牛的幼虫之外呢 包括牙虫 杰克虫等等这些虫子都会被毒死 然后最终你一块发现呢 整棵的果树上面呢 几个月之内呢 都没有再出现虫子的问题 种果树埋上一粒就差不多够了 第二个事情 我们的无花果呢 经常需要修剪 而修剪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洞 这个洞呢 一直直到木析里面去 老实说 这个洞呢 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呢 它会成为蚂蚁 牙虫 杰克虫 甚至天牛的幼虫的藏身之所 所以呢 这个洞呢 这个伤口呢 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掉 不要让这个洞长袭的 这样存放 你看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到处的这些洞 这就是虫子爬兴趣的一个窗口 这个洞呢 一定要用东西把它堵上 如果家里有条件 你应该准备一些 这个伤口愈合剂 修剪过后呢 直接抹上去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用些狂泥巴 我示范一下 比如这根枝条 这个枝条呢 我们把它剪断了 是不是 剪断了之后呢 这里有个伤口 这个伤口呢 大家最好呢 拿个美工刀 把它削一下 因为这里呢 很容易有些挤压性的伤口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伤口愈合剂啊 给点一下上去 点上一些 抹在这个伤口上面 最好呢 就拿个纸巾呢 把它流出来的白色油脂呢 给擦干净了之后呢 我们才抹上去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就这样子 抹完之后呢 这个伤口愈合剂呢 在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会干燥 而干燥之后呢 就会堵上了这个洞 这个洞里面呢 就不会成为虫子细菌 容生之所 养无夸果这几年呢 我觉得这个天牛呢 尤其是幼虫呢 一定要处理 不处理呢 后面的影响比较大 尤其是这样果树 你养到那么大的时候呢 比如树干 有手臂那么粗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被风给吹断的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到时候虫子多了 您甚至要拿把美工刀 把整个树干掏空 然后把里面的虫子给干掉 这样子呢 又累 而且效果又不好 但是呢 前期懂得用这两种方法 您会发现呢 后面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记住了吗 盆栽种无花果 一定要学会防天流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罗沙瓜酱 感谢大家 拜拜